那個時候大家在說 撤飛彈這件事 研究會說沒有 撤飛彈就有說了就算了 所以有說就算了 不是說有做 所以你看這個 所謂的2萬美金 這後面要領那3萬 也有 經濟成長率10% 60年來最好 沒有啦 你剛才有修正 從20年來 他沒想到說60年是說不定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好像在跟詐騙集團講道理 你真的要說你這條 董事騙的這條這條這條 你一條一條根本經不起檢驗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我們的選民也要很牽涉 我們其實這個蔡英文主席 今天宣布參選 今天民進黨民調 正式決定提名蔡英文 我們就檢驗他的政見就好了 一條一條看嘛 這個台南新市和麻島市委員 這個有無 這個說無賓這當時要做這個有無 你一條一條看 然後你再決定說 2012年要不要投給麻安九 就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嘛 這裡你有沒有看到白白這裡